我們現在要證明不能再叫他們小草了 我們要改叫他們小草莓 什麼叫小草莓呢 沒想到民眾黨全黨上下竟然犯了草莓病 如果這在阿伯立場來講是對他不公平 為什麼呢 我也六花甲之年了 我膝蓋不好 膝蓋把蹲著會累 蹲著我是很難蹲的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準備做事的 難怪法老師說後審是要免治馬桶 要免治馬桶 還有三溫暖 還有爭氣勢才符合民眾黨的標準 這一個地方是可以改變的 因為阿伯年紀比我大 他的膝蓋可能比我更差 要蹲著可能很痛苦 可是這裡面出來一件事情 就是許甫告訴你說 我們雖然是小草 一片草原裡面還有一點紅 那個紅就是我們偉大的阿伯 是小草莓 我是草莓阿伯 草莓是很娇嫩的 你光用這樣的設施 那是對不起阿伯 阿伯沒有人權 我們現在要證明不能再叫他們小草了 我們要改叫他們小草莓 什麼叫小草莓呢 沒想到民眾黨全黨上下 竟然犯了草莓病 阿伯沒有被羈押 坦白講在政治上民眾黨已經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勝利 已經贏下一城了 可是許甫就在剛剛三十二分鐘前發了一篇文章 我覺得實在太奇葩了 他竟然開始抱怨什麼呢 抱怨居留室啊 這個環境太糟糕了 他說什麼呢 此篇不是為柯文哲而寫 我們要為每一個被候審室候審的人來去爭取他的權益 他說什麼呢 候審室不得灌洗 連洗手都不行 大小便清潔都很糟糕 候審室三餐都吃很爛 只能吃麵包 只能喝鋁箔包飲料 我想要喝手搖飲不行嗎 我想吃牛排不行嗎 他還說候審期間沒有預先提供任何基礎請據 以灌洗用具 下面網友一片吐槽說 啊不就以後 對不對 提審阿伯的時候 是不是要去這個豪宅 對不對 一千一億兩億的豪宅 去提審比較好 可是問題是 這個候審室真的像許甫講的這麼糟糕嗎 我們現在把候審室的照片全部丟掉出來 不只可以上廁所 你的燈光還是柔和的燈光 甚至呢 超越歐盟規定每人一點三六平的候審室規格 台灣的候審室每人三平以上 而且有個人衛生請據套 有盥洗用品 而且是一人一間一床 我不能說這個候審室是豪華的 可是再怎麼樣 他都已經符合人權的規定 如果民眾黨連候審室都要操弄 那你民眾黨不要叫小草了 叫小草莓 所以民眾黨這樣操弄下去 會引爆更多的社會怒火 還是能為民眾黨帶來更多的正當性呢 也有法官開始發文 這個法官是誰呢 是這位 是民通法律事務所的吳孟良律師 他是前台北地方法院的審判長 還有豐富的審判實務經驗 川哥這位審判長也發文了 他說你如果要講不知道可OK 可法官要依據普通常識跟經驗才能去判案 你這個不知道連普通常識都不能接受啊 只要阿北不知道小草就會不知道 但是這個東西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 因為法官說我不是小草 我很清楚 就是每一個犯人都會毀後懶嘛 那有沒有符合經驗法則 有沒有符合普通常識嘛 而且雖然法官的心證是皇后的真操 不容質疑 可是我們很多時候知道皇后的真操 不需要質疑 大家就知道後面有很多故事嘛 所以當你出來說不知道之後就變成是沒有重大犯罪嫌疑 法官都受不了了 他是吳孟良律師對不對 他是前台北地方法院審判長 對 他是審判長 法官 是地方法院 是法官出來的 他昨天忍不住寫一個臉書 他都每條他都已經離開了 第一個普通常識 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 然後後面特別講的是 根據裁定的內容 那裁定內容裡面他講了 已經肯認了 已經肯認了 台北市政府110年的11月1號 對不對 簡單講這20%容金獎金是違法的啦 有違法這事實 所以基本上符合了圖利界的三個要件 公務員有沒有 有 有違法 違背法律 有 莫得不法利益 有沒有 有 那如果都有了 你怎麼會 你至少知道你蓋了張吧 對 對你怎麼可以說不知道嘛 對 那所以現在呢 另外的 專業的人也受不了了 是 受不了是說 神光中也貼文了 他還是整個金華城 他至少出席了四次的會議 對 然後後面他說沒講話對不對 他就是那個評審委員 對 他就是督審會的委員 任期內召開過五次 他出席過四次會議 請假一次 對 就是初次 因為不熟悉指案 沒表示意見之後 後面我說反對 反對 反對 另外三次會議中 已經瞭解理由了 這個理由 內容不合法 而且極為不合理 所以都提出反對的意見 三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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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反對裡面 那現在呢 對於你不知道 他也傻眼了 你怎麼可以說不知道 因為最重要是什麼 金華城 他講了一個觀念 歷經六年的審議 而且涉及龐大的利益 那你做一個市長 你難道不知道 六年嗎 對 龐大的利益 你會不知道嗎 你不是七點半都就歐歐歐嗎 所以你不能說我雖然蠢 但是我就不知道 對 這是說不過去的 小草現在可以接受一個愚笨的阿伯了 是啊 只要不要被抓進去就好 只要阿伯不知道 小草就會出貨 小草可以接受智商五十七的阿伯了 欸 十五加七 對 然後再過來呢 對於主管機關來講 他當然是抨擊了 後面的是都委會 獨法局或什麼的 你要送進來 你連專業立場都沒有嗎 你不可以把不合法的個案送到都委會 所以對於民間財團來講 他要爭取利益 那個是合理的 但是竊取的方法 對 那也不行 萬萬不可 難道你也不知道嗎 對 這個已經不是刀叉吃人肉了 所以那個法官的一個判決把阿伯放出來之後引起了各界的不滿 這個各界包含台北地院的前法官他沒有藍綠喔 包含曾光聰過去都不講話的喔 他是一個學者喔 他是中原大學建築系的特聘教授都忍不住發言了 所以就在剛剛五點的時候 台北地監署正式提抗告書上去了 提抗告之後真正的麻煩是什麼 因為朱家裔他這一次如果真的抗告駁回之後 對 朱家裔要被排除 你說地院劉德華不能再判阿伯了嗎 對 是為什麼呢 以前的時候阿扁的時候對不對 對 同一個法官兩次之後後來換了一個嘛 對 但是後面就訂了一個新規矩 新規矩叫什麼 叫做強制處分庭 要抽到五個庭員 對 那五個法官就輪流 對 那輪流裡面除了朱家裔之外 還有陳采薇 還有宋雲淳 還有呂哲業 呂哲業 還有許俊斌對不對 對 最重要的是什麼 如果現在如果發回從財的時候 對 你朱家裔被排除了 喔 所以另外四個來 你說強制處分庭就是積壓庭 對 是有固定法官在審的 輪流對不對 現在台北地院就是五個法官 朱家裔是其中一個 朱家裔被排除掉後 剩下四個在抽 所以這個原本相信阿伯不知道的法官 我尊重你的判決 我尊重你是公正 我也相信你是公正的 可是他不能再幫阿伯說不知道了 他不知道之後 鄭文燦這個三進三出的故事就會出來了 這出來是什麼呢 是 你每天都要緊盯著 等一下 因為今天台北地院送抗告對不對 對 你說接下來每一天都有戲 抗告如果收了 對 馬上就要重新做一個裁定 那不是多很久嗎 不會啦 至少幾天之內就 什麼意思 我一直原判的話就罰回 對 像鄭文燦對不對 他是七月五號當庭台補 升壓 對 七月六號然後交保抗告 撤兩天之後撤回交保 等一下 我還記得六號七號是禮拜六日 禮拜一一早高院就裁定撤回了 那撤回之後第二天 二度撤壓停 然後撤壓停之後 一千兩百萬交保 對 第二次抗告 九號之後是十號 十號又裁車交保 所以第三次的時候 而且告訴你一件事情 對 實質影響力 對 然後接著第三天 七月十一號 你看短短的 所以從今天開始 等一下 七月五號七月六號 除了七月七號是禮拜天之外 每天都有進度 這種社會主謀案件 都是以天為單位 所以明天很有可能 高院就裁定了 滴答滴答響 滴答滴答響 然後如果裁定之後 朱家一枚了 那就換四個 如果再來一次就換三個 是 然後你從柯文哲要賭 賭每個法官都說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是這裡面 其實柯文哲的壓力是很大 大肥壓力不是很大 他不是才剛出來 小早才剛得一枚兩天 今天就提高 明天高院可能就裁定了 所以你就知道 許甫已經超前部署了 什麼意思 就是說阿伯呢 至少很有機會 阿伯又要去後省市了 又要去後省市了 對不對 又要去後省市了 又要關在那個小房間了 所以阿伯的人權是很重要的 我雖蠢 但是我還是有人權 阿伯才回家睡兩個晚上 然後呢 所以呢 你看他講的 許甫突然就是 他研究 覺得不管你是不是 無罪貼近的人員 對不對 又有人權 對 然後他聽說 等一下他寫了一篇文章 32分鐘前 對 他說後省市 對 很糟糕 沒有人權 沒有人權 連盥洗 連洗手都不行 是嗎 所以吃飯 揉眼睛大便 清潔都是 對 哇 好髒喔 對 然後再過來 只能吃兩塊一樣的麵包 加鋁箔包的飲料 這個怎麼過來 難怪 我覺得爆料伙食很無聊 難怪 不然像這樣 難怪彭震震會去嘔吐 對 然後呢 根本不會分辨 輸入指揮狂蹲的阿伯 也會吃到倒胃口 對 阿伯現在不會只吃麵包了而已 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然後沒有預先基礎 請計算盥洗用病 是 然後這個 這個過去只有一塊木板 跟毫無隱私的便器 這是真的嗎 以及一個屁股寬的長方形 對 不要規則什麼 歐盟規則了 對 但是什麼叫歐盟規則呢 原來我們北院 在幾年前 七年前就做了改變 2017年後審市早就改變了 第一個呢 歐盟確實規定 在後審市 每個的1.36平 對 北院的呢 每一個 三平以上 對 但是 還是一樣 比起來 你會看到 等一下這個就是現在的後審室 根本不是像徐富講的 只有一塊木板 它有沙發 它有床 而且那個床 是一人一間一床 而且我一看到這一個畫 哇 我當年在台北要考大學 學院讀研究所的時候 都比這個小間 是 對 它處得比我那當年還大間 對 然後燈光好 唉唷 燈光有很多時候 因為那燈光會造成你不能休息 過去弄強白光 太亮了嘛 對 你看這燈光是如何的柔和 現在是用自然光的柔和照明 讓你可以睡覺 然後你的隱私也有保障 它不是說 毫無隱私的便器嗎 我在監控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隱私在看監控 可是這邊有個黑點 這個黑點就是這個便器這邊 然後在便器裡面 其實你會看到裡面 當然有各種的防撞 強力海綿怕你撞牆或自殘 那只有一件事情 真的 如果在阿伯立場來講 是對它不公平 對 為什麼呢 我也花甲之年了 我膝蓋不好 膝蓋不好蹲著會累 蹲著我是很難蹲的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準備做事的 難怪范老師說後審室要免治馬桶 對要免治馬桶 還有三溫暖 對 還有生氣室 才符合民眾黨的標準 這一個地方是可以改變的 因為阿伯年紀比我大 他的膝蓋可能比我更差 要蹲著可能很痛苦 可是這裡面出來一件事情 就是許甫告訴你說 我們雖然是小草 一片草原裡面還有一點紅 那個紅就是我們偉大的阿伯 是小草莓 我是草莓阿伯 草莓是很娇嫩的 你光用這樣的設施 那是對不起阿伯 阿伯沒有人權